朱日代表谢长廷接连在脸书啊 他一直在发文说呢 台湾核废水也是排入海 惹来了很多舆论 很多人说他说的不是真话 蓝颖也来炮轰了 原能会主委谢小新就说 谢长廷也不是核能专家 他的说法太过头 直接打脸谢长廷 那么民进党的立委管碧玲呢 今天在咨询的时间啊 居然是护航谢长廷 怎么护呢 他说谢大使没帮助日本 但我不禁也想说 他也没帮助台湾啊 你认为有维护日本 打击台湾尊严吗 应该不是 不能这样子讲 好来我们来看内容 谢大使他的内容 其实也并不是 接受日本的说法 他没有接受 好来来来 副主委你没有胆 可是我觉得郭秘书长 比较敢说真话 你来看 原子能委员会承认说我们的冷却水有排放入海 但说明我们排放前有稀释到符合国际标准 有没有打击我们周园 有没有说你们符合国际标准 有 接下来他骂日本 说日本这次有些资料不透明 说明也不足 有没有 他有没有帮助日本 没有哦 很科学哦 而且担心核灾 他还担心哦 核灾有其他辐射成分 增加海洋负担有没有符合你今天讲的 有啊 副主委你该说你就说来 跟委员报告一下 所以表达反对 事实上我们透过 来来来 就是谢大使那边 是 有经过转达表达 高度关切 有嘛 他有替你们表达 有没有拒绝表达 他有争取到就是说 日本在排放前 早该讲了 早该讲了 不要一直骂他不专业 骂他说的太过分 早该讲这些 早该让大家看到他的企图是什么 然后表达反对哦 来那个秘书长 我们九次表达关切还是反对 关切 没有反对 没有 不是反对 好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再谈 好那驻日代表处 有没有拒绝转达 没有 所以他一定都遵照 对没有错 他哪有帮助日本啊 他完全配合原能会 跟外交部对不对 是 那这个叫做企图维护日本 叫做打击台湾尊严 主席今天真的是太偏袒 这个党派的利益了 这个我无法接受了 你们你们知道安全跟安心是两件事 你们的回答去制造成这些烟雾让人家更不安心嘛 这个只不过是在企图辩护说我不能抗议啦 我只能做到现在外交部叫我做的啦 因为大家叫他去抗议骂他 整篇的企图是在表达现在的做法才对 去抗议不是我能做的 这样了解了没有 然后就抓着那个语病 然后变成是原能会台电跟自己的大使在互打 在对打 绿色是不是护航的颜色 好我们不多说 刚才呢是怎么样的来质询的 我相信您也看到了 您也都看到了 好啦我们聊天室来互动一下 绿色是护航的颜色加1 绿色不是护航的颜色加2 绿色是护航谢长亭的颜色加3 来聊天室听一下 大家的意见 大家的想法 你也可以加4 留下你的造句 绿色是 好什么样的颜色 好待会呢你们都会出现在这边哦 先记得帮我们按赞 接下来呢我们持续来关注谢长亭事件 好住日代表谢长亭呢 现在大家说 你怎么一直在帮辅导的核废水说话呢 然后还瞎扯台湾 刚聊天室有人说 他没有住日 但是是陷害台湾 好说台湾的核废水寒川引发争议 现在呢引来了大家的痛批 质疑呢这位住日代表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背后是否有小阴阴谋论呢 现在绿营的派系 三派系都帮他列出来了 赖世宝就痛批说 民进党口口声声爱台湾 但是呢 真的所谓的台湾价值是否被扭曲呢 我们来看 国民党的总招费宏泰就说 那谢长亭今天讲这些话 大家都觉得听不下去 觉得是不当言行 请问你底下的官派出去的大使不当言行 你做上位者的蔡英文 你难道不用负责吗 他说了蔡总统人不作声 是认同叛国污蔑吗 是认同吗 蔡为了派系分赃 坐建台在所不息 这是郑立文说的 什么派系分赃呢 好现在郑立文的这句话呢 也让大家看到了背后的派系 小英英系 还有呢 现在谢系 还有苏系 好是否是为了派系平衡 所以呢 谢系大佬 你说什么 我假装没听到 还是呢 在唱双簧呢 赖世宝说 谢长廷 现象是 造出了绿营伪装的爱台湾 其实他说的是照妖镜的部分 因为呢 赵少康也说了 他觉得呢 不当言行 蔡英文要负责 不能躲起来不讲话 不然会觉得好像 一个在外面放话 一个呢 在府内 我默不吭声 难道是所谓的 达成共事 有默契吗 蔡英文 苏贞昌 一句话都不敢说 对于谢长廷的言论 到底为何呢 赵妖镜 今天 造出了 谁的真心话 一次发生事情到现在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我们的情节约长苏贞昌 完全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对 完全的点点 所以我在脸书 特别点名他们几位 一个他的资助长官 吴昭燮 你可能会说 他辈分不如他 好那蔡英文呢 蔡总统 你总不讲话 国安系统 虽然是国安系统 可是你在行政院长的地下 苏贞昌也要讲话 那你不能跟他讲说 你过去 你们两个是美丽岛 辩护律师的战友 然后你这样是寻师 我们其实看得到 台湾的民进党的台湾驾驶是 民进党伟大 那可以任何时候 只要他说了要 像国际药会他要 一定可以要 可以践踏法律 可以践踏一切 然后呢 只要是他要的 就通通是 然后苏贞昌更好的例子 他的人 他都一再来包庇 第一名就台湾驾驶 就只要是苏贞昌的人 只要是民进党的人 你再犯了再大的错 他都可以民将暗生 这个是他的台湾驾驶 我们不敢临交 他这样子的形统 形统等于联合日本来打台湾 那台湾我们的总统行政院长在哪里 那这样我们不需要敌人呢 是啊 我们只需要卸长廷就好了 不需要敌人啊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蔡英文应该快搭 斩乱马 马上把卸长廷换掉 真的丢脸 卸脸 丢到国际上去 真丢脸 那他什么时候要回来呢 他现在是说只要你们一指公文 他愿意回来啊 他现在又说不回来了 最新消息又说不回来了 而且回来 他把自己比 认为是 他要比照美国的刺青clutch 他是美国官员 他要比照他 那什么意思 他自认为他是日本官员 他有个泡泡 所以要一个外交泡泡 那可以 他如果这样子回来 他如果这样子浪费工团回来 那我们要他背询 不用穿黄霧衣 就是clutch 比照clutch模式啊 来这里一天两天就回去啊 搭专机 搭专机可以搭专机 那全程戴口罩 全程量他的温度 全程看怎么样 该怎么做怎么做 clutch怎么做他怎么做 可是老实讲 这种做法我是很不屑的啦 好 大家的意见 绿色什么颜色呢 米优说无耻的颜色 玉山谷天乐 普隆公的颜色 叶大雄拉萨鬼的颜色 好 什么样的颜色呢 好 这边我们都看到了 在聊天室 持续的刷留言 待会不定时的点名 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那谢长廷你到底要不要回来 跟我们讲清楚 书明白呢 脸书打空战 敢不敢出来面对呢 就是代表谢长廷啊 一直说好像挺日本 说排这个福岛核废水 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 也被批评你根本是媚日卖台 国民党团呢 现在要求谢长廷 你要就给我回台湾背询 现在已经排上去了 敢回来吗 愿不愿意回来呢 负责任吗 好 谢长廷的回应说 立法院如果来公文 他就会回去背询 把球丢回去 好 立法院发不发这个公文呢 立委陈玉珍怒轰 身为台湾的官员 媚日卖台 这么喜欢日本的话 你就学习武士道的精神啊 好 他讲了一句蛮狠的啦 这边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们有那个 陈玉珍委员的这个喪掰 我们整段都有掐出来 好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三年前鳄鱼的眼泪 大家还记得吗 苏启成亲身事件 大阪办事处长苏启成 疑似不堪关系机场风波 当时压力很大 他做了一个选择 当时的台北议员罗志强就说 驻日代表谢长廷 把压力推给了苏启成 鳄鱼的眼泪 当时呢 谢长廷还提告 告他求偿一百万 今天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炉 罗志强胜诉 谢长廷败诉 法院在这一次苏启成的冤死 这个案件当中 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那么这场的这个 第一审的判决 那么谢长廷败诉 然后赢得了第一场 第一审的一个胜诉 我要特别讲的是 其实我感到欣慰的 不只是我个人的名誉的保全 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这个判决 能够稍稍告慰 苏启成的在天之灵 很多人批评他是帮助日本代表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 这就是一个很调诡的事情 在苏启成的这件事情上 他第一时间就切割卸责 说大阪不归他管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台湾的核电厂 台湾的台电 台湾的经济部 台湾的那个原能会 突然又变成他可以管的 一个助力代表 你又不是核能专家 不是核电专家 也不是原能会的主委 为什么要一直在这个事情上 不断的去带风向 我坦白讲 我相信国人心中有很大的问号 如果你这么不想要误正业 那你就不要当这个工作 那回来跟蔡总统讲说 你最想要当的是台电董事长 我想蔡总统看你的面子 也会让你去如愿 去当台电董事长 很多事情明明是他本务的事情 他要切割 不是他本务的事情 又一天到晚 就是月主带跑 那我觉得真的 他已经是不适任的一个 助力代表了 还能当中发说 再戴电董事长 别闭了 我还能当中发表 这是你这种东西 我连老子 还能当中发表 我还能当中发表 很高允许 我还能当中发表